四季 伸手抓一把阳光 乘着风翱翔点亮四面和八方 色彩像烟火缤纷又奔放 我要活的不一样 心中沸腾的希望带着我 勇闯所有艰苦的城墙 身上泪河上明居无穷能量 看我发热又发光 要明天记得过名字 用我选择的方式 梦想重新开始 每一步都有不变的坚持 只有我能写下自己的精彩故事 世界看见我样子青春骄傲的标志 梦境从新开始 灿烂星天地地高兴起 未来的路灯我展翅高配 恩知 我已无碍不拒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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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来无碍不拒预 洗完了 餓了 主持人 我跟你說 我的臥底跟我說 馬大哥找了一個胡先生 買你的房子 你怎麼知道 我剛剛說 我的臥底跟我說 馬大哥找了一個 胡先生買你的房子 所以胡先生是馬大哥派來的人 不對啊 馬大哥幹嘛這樣做 你怎麼這樣子慢慢拍咧 他就喜歡你啊 他雖然要幫你 知道你的業績來幫你買房子 可是他可能覺得你壓力會太大 所以他一定找一個人幫你買 你不要亂說啦 而且我已經跟馬大哥都說清楚了 你拒絕他囉 不是啦 我是跟他說 不要買巴大哥的房子 我想要自己賣 可是 你想想看 他平常連二十幾塊都很空 兩千多元他都花得下去 好 睡覺 好 睡覺 我覺得他其實也算有心啦 你看 他被我笑成這樣 他也都沒有放棄 關燈 晚安 你好 我是多馬四的業務林柏梁 想要拜訪一下宋董事長 昨天不是來過了 對啊 請問董事長在嗎 林先生 我建議你先跟董事長約好 不然你沒有預約 可能很難見到他 這樣啊 那沒關係 謝謝你 不會 快快快 快快快 腳很燙啊 我不是跟你講說 快一點會來不及 人家就是要畫得美美的啊 這樣子才會漂亮啊 所以比較久嗎 哎呀 我就跟你講 就算不用化妝 我還是喜歡你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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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希望導演跟製作人 可以喜歡我 好了好了 不要 我完全了不起 到了 你的手會痛嗎 當然不會啊 我覺得黃將軍 對 我們去拍婚紗照好不好 我想按你拍婚紗 是不是葉杜爾又跟你亂講什麼啊 沒有啊 他要跟我講什麼 那就是你們南邊聚在一起 又想東想西的 對啊 我們南邊講好多有的沒的 五五五五五五 乖辣了 你真的很不自得說謊 那 你願不願意跟我 你肚子好餓 從早上鬧心到還沒吃 我們先回孟石西 吃飽 那 剩下的事情 就 之後再說囉 好 你兩隻就好 我可以啊 好久沒吃酸辣也先和粉 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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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幹嘛 雅智 妳還在那邊做什麼 再一次呢 對 我忘了 導演不好意思 幹什麼東西啊 妳要動作還不錯耶 再一次 來 五 四 三 二 一 Action 雅智 雅智 妳等一下要幹嘛 雅智 雅智 賣 賣了 下次不要讓我泡辣 你這個不五星啊 你給我滾 可 不是有跟你講要講台語嗎 什麼意思啊 但不好意思 我太習慣講國語了 再一次 來 五 四 三 二 一 Action 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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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咬我幹嘛 雅智 不要啊 雅智 雅智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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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台語就不是我們強項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我們今天講英文 絕對不會輸人家的啊 對啊 導演為什麼也不考慮 可以講英文啊 對啊 看講英文對我深度 都不動聽對不對 欸 秋婷你好好喔 我 你 平常都會罵我耶 我幹嘛罵你 有 你明明就有 你都這個樣子 欸 我就跟你說要把台語學好 那你就是沒有練習 才會被淘汰啦 你活該啦 你看你 我平常都這樣 你都這樣子啊 那你事情都沒上了 我幹嘛要罵你 還要落井下石 你真的很變耶 哪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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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小天使算什麼 你是我的大天使 哎唷 你知道嗎 這些人 我真的很醜 對 我知道我的台灣語言 很糟糕 但我可以說英文很浪漫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但是 你說這麼多 是你說什麼我都聽不懂 就是這些人很奇怪 雖然我的台語不好 但是我可以講英文呢 英文也是我的強項啊 他們都不懂 好啦好啦好啦 他們不懂啦 我們就散散步散散心嘛 好不好 好啦 沒上就沒有上 你又不是第一次沒上 我要一杯熱美食 熱美食 好 稍等一下 光信 一杯熱美食 好 阿嬤你沒有跟你起拍啊 他今天抽完鞋 先回去休息了 來 郭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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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良來 喝咖啡 謝謝 阿嬤 坐一下 來 你會賣你有沒有 我有暗示他了 幹嘛暗示 只先問啊 他過幾天就要復診了啦 不想給他那麼大壓力 好啦 也是 那你加油 有什麼需要幫忙的 不要客氣喔 好啦 謝謝 謝什麼 自己人 那你業務跑得怎麼樣 跑了五家 發了五張名片 但一個董事長都沒見到 那你就 這家不行再換下一家了 不行 這個代理權我一定要拿到 那我們一起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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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忙 好 謝謝喔 加油 你好 我是多瑪斯的業務林國良 我知道 董事長的辦公室 現在還有其他客人 不然你先旁邊坐一下 但我不確定你要等多久喔 沒關係 謝謝你 這邊請 好 請坐 謝謝 我來 秋中好 好 欸 林國良 欸 古董事長 放輕鬆 放輕鬆 我們來一個公政事務 等一下送 我來拜訪送董事長 是喔 你來多久了 沒多久了 你來幾座 第六趟了 我就知道 來六座還沒看到人 這個董事實在是 沒關係啦 腳沒力了 沒辦法 邱總 董事長請你進去 你不跟我來 行 趕快送你吧 呃 如果這位先生也要進去的話 我必須先向董事長報告 喝五兩次我自己收拾 沒關係 沒事 好 這邊請 董事長 謝謝 董事長 邱總來了 邱總 先坐坐 那是 你不覺得沒意思的 不正常的行李都沒給我照 哪有啦 欸 董事長的 這位是誰 趕快來準備我介紹一下 不然喔 等的喔 等的啊 輸去喔 就不要理你了 宋董事長 您好 這位是正常 丹老闆 宋董事長您好 陳老闆您好 我是多馬事業務林國良 請多多指教 他喔 叫林國良 是我的年輕兄弟 我剛才在外面看著他在等 就他請進去 喔 我們當局長的認同的 不錯耶 你來我的公司已經很多趟了 我知道 你做業務的要談生意 為什麼不找我們公司 業務部門的人洽談 為什麼非見我不可 董事長 我非常想要跟貴公司合作 而我知道唯一的辦法就是比競爭對手 更早拜訪客戶 最好是直接接觸最高的決策者 雖然是做業務的 但是野心到不小 董事長 你這麼好看 但是喔 你不要動作他這樣就是贏武 其實他真正的身份 是少年老闆 喔 是小老闆喔 對 對 那你名片上故意打業務 這樣是不是做生意比較方便 嗯 名片只是一個身份 不管是業務 還是特助 我都只是多瑪斯的一份子 來跟董事長介紹多瑪斯 非常希望可以跟您合作 喝高粱 你會不會下棋 老董事長 不好意思 我不會 你不得了 你也說你會 你怎麼這麼故意 每次都說你不會 我雖然不會 但我可以去學 你如果要學打高爾夫 要學驚喜 還要學台語 你是要學我當時 你不得了 啊你喔 是為了 副總要給你學高爾夫 找到講台語 對不對 對啦 不過 幾乎學一聲 也是不錯啦 鎮長 快點啦 喝高粱 你們多瑪斯 一向都只賣自己的家具 我不曉得 我們之間 有什麼地方可以合作的 董事長 我想要代理你們家的家具 我的家具讓你賣 有什麼好處 你們的消費群組 跟我們的消費群組 差異很大 我不認為我們的合作 會產生一家育代二的效果 董事長 我們多瑪斯 從以前到現在 都是賣自己的家具 最主要是希望可以建立品牌形象 我們先從變成一之後 也才能跟不同的品牌做合作 達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我們也在嘗試不同的跨界合作 創造出不同的需求 我知道董事長的家具 世界文明 是高品質平價的品牌 如果有機會可以合作的話 我希望可以透過雙方經驗的累積 激盪出更多不同的創意 來滿足不同的族群的消費 這樣喔 果然要貼到我們 我們的效果 好 喝高粱 那你把你的想法 寫成企劃書 送來給我看 我再考慮看看 好 這樣喔 董事長就是答應了啦 朵拉真的很優秀 這幾天不到 你看又多了六七個 一二三四五六 他怎麼會接這一間呢 這間風評很差欸 這間 對啊 這間我看過啊 來 郭梁書記怎麼會來 來來來進來 外面熱了 來進來 謝謝 你們怎麼會現在來 他們都不在家欸 只有我一個人在家 我們就是在找你的啊 對啊 找我啊 什麼事啊 國良有事情想要請教你 請教 說了說 好 來來來來 我哪有那麼神通廣大啊 請教我 真是 什麼事啊 馬大哥 我這一次特地來是想要請教你 然後教我一些象棋 象棋 嗯 找我教你象棋好奇怪 最近到底在做什麼工作啊 怎麼學那麼多東西啊 又是高爾夫 又是台語 然後現在又要學象棋 到底要幹嘛的 沒有辦法啦 為了要迎合那些老闆的喜好 要不然很難談得成生意 然後要配合他們所學 對啊 國良我說真的欸 你很用心欸 以前我還不是很了解你 現在我慢慢了解你之後 我覺得 你為了工作願意下功夫學 真的很不簡單 很值得我敬佩 那個邱又廷應該多跟你學的 可是馬大哥 邱又廷的專長不一樣啊 他就出那一張嘴嘛 也是啦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特色 但是我說真的 如果今天他們兩個加在一起 國良要是有邱又廷的口才 那真的你在上場會無往無利 真的 所以今天要學象棋 象棋 象棋 象棋我不敢說我非常厲害 但是在這個社區 我講第二 沒有人敢講第一 真的假的 哇 因為只有一個人願意跟我下棋 但我比較厲害 早說嘛 好啦 我們言歸正傳啊 象棋 看你要玩全盤的 或者是半盤的 都一樣 但是要有兩個重點你要了解 第一個就是 小心喔 過了先走 小心喔 嗯 我忘了跟你講 盡量不要把小朋友一個人放在河邊 很危險 嗯 竹竹 我們天氣那麼熱 吃個冰好不好啊 好啦 好 我們吃個冰哈 欸 喔 我就跟你講說 小朋友不要放在河邊 很危險 欸 再來 加油加油 你看 馬上科技好多 還好 還好在剛開始 慢慢來 欸慢慢來 對啊 你現在只有哪一個 欸 欸 欸 你要走那個馬是不是 馬走日沒有錯 確定嗎 確定要走這邊 還是在那邊 確定 確定 就走這 確定 嗯 好 那我蒼生火花要攻擊囉 什麼 飛彈升空囉 蛤 飛彈喔 蛤 我剛才沒看過 哎呀 謝謝 對不對 喔唷 欸 我來了 欸 哎唷 這不是咱們一定 大力接家 都把C的英國洋嗎 在幹嘛啊 欸 快點來來來 看一下屠殺的場面 好像奇啊 好像奇 我來哲馬哥學像奇 沒有 欸 秋婷你這衣服從哪兒翻出來 你是剛去拍邦卡是不是 喔唷 我是衣櫥拿的 我衣櫥拿的 這個衣服亂說 喔 這個也有 來看一下屠殺的場面啊 很猜人啊 不要看了 來來來來 你會像奇嗎 嗯 這一盤有贏面喔 對啊 什麼贏面 有機會 浩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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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到底不用怕 嗯 不用怕 到底了 真是 江軍 江軍 不潔 浩靜 到底 不用怕 不用怕 到底了 這樣一句 我這樣一下 有什麼啦 先是他的句 不好意思 是耶 光星你能不能看就好 你不要開口好不好 不然那你來 你來下就好啦 緊張加秋流嗎 他一直在旁邊下遲老旗 那不是這樣 那是他在跟我玩 不是光星跟我玩 現在果然程度又不好 馬虎哥你跟他下你也不過癮 是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關係 那你轉身退 幫你的G其實開 欸 吃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什麼要等一下 七二位大帳夫啦 大帳夫 被撞掉 我被撞掉 YES 那是慶祝就還是太 慶祝 慶祝 慶祝一下 慶祝一下 不好意思 總不讓你一直輸嘛 說要有贏才會信心嘛 慶祝 好 我們去吃麻辣鍋 好 我們去吃麻辣鍋 好 早安 你們去吃就好了 醫生有交代我 上次屁股痛了 盡量還是不要吃太吃雞的食物 不是之前不是已經算要去吃那個地獄辣嗎 對啊沒有啦 那個要是吃醉我又復發怎麼辦 好吧也是 不然你要回南部休養 這樣我會不習慣的 你會不習慣 這樣 你記不記得你之前在餐桌講過什麼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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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一下 你們去吃就好了 我來研究一下戰略 麻辣鍋謝謝啊 下次來張藝 你記完了 好 好 我回來再宰你 說得起 看在那裡 看臉好久 臉超久 找什麼啦 我在找我的伐鋪啊 我在找我的伐鋪啊 在這裡 嘿嘿嘿 好 你不要給我黑白拿 你自己黑白彈了 我跟你說 你後禮拜去的醫學院 休閒一禮拜 這邊還在五三 叫你去下去 問那些 好 回來跟我們要練香 而且我 früher搞完 王在這講什麼 知道嗎 最近我不知道 在創的衣服 還在割成 顫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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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顫的 哪有顫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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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顫�오顫顊顫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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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顫ищ etc 呵呵 你吼 哪有男朋友 就要找到我看 我只要同意 啥人家都知道吗 我会来 你跟她说 我会说 嗯 我剛剛說我的臥底跟我說馬大哥找了一個胡先生賣你的房子 所以胡先生是馬大哥派來的人 我是不是應該要拒絕那個胡先生 沒關係我來 我來 我帶喝 我帶喝可以吧 我帶喝 謝謝 多拿車子吃 不錯 我當然好 之前馬大哥已經買了一間房 現在又要買一間 他對我的好 已經超過屋主對房客的好 我是不是應該直接跟馬大哥說清楚 可是這樣會不會讓馬大哥下不了台 以後在愛情公寓要怎麼見面 見了面會不會很尷尬 還是要裝作不知道 那我問你們 你們誰是誰的小天使 誰是誰的小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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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的那個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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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能作弊 這一作弊就是罰一個月的阿信 還是那一出來吃 那應該不算吧 不行 對嘛 我覺得我的小天使是這個朵拉 因為我早上不想做早餐 然後朵拉就會幫我做早餐喔 然後你的小天使是馬大房 你沒有到那時候 那是馬大房嗎 你到的 錯了好嗎 正光心才是馬大房的小天使 你看看 你在跟馬大房在練武術的時候 你看你把這個馬大房摔在地上 正光心多心疼的 難得一見的畫面 跑去救他 你知道嗎 所以我是覺得正光心呢 才是馬大房的小天使 哪是 他放在他又放在他 誰知道 誰過來 我沒有說 搞不好他們抽中彼此啊 對 那如果是我們的話 我一定是果然的小天使 因為你看我幫他巴黎服裝儀容 然後還教他整個說話 然後還陪他練高耳服 還陪他練台語 哎呀 我的俗鏡喔 我這樣聽你這樣講好像有一點厚 還是你覺得我可以當你的小天使 先不要 秋婷 蛤 是我的俗鏡 你的小天使坐你隔壁啦 應該是說我 我可以當他紅嗎 哎呀 啊 宰神 你這樣生氣了 吃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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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飽了 啊 雪頭吃飽了 雪頭吃飽了 你今天問寬量了嗎 麥莉在我身邊我不公平問 喔 要問寬量什麼 寬量叫你吃肉了 來來來來來 你看你都瘦了 我幫你放碗裡啊 你已經夾了 來來來來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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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尖阿 你也要你吃飽喔 蛤 什麼飽 我是說明天吃素啦 今天吃好飽喔 所以現在 小主人 是要跟小天使許願了嗎 嗯 那小天使許你明天就絕食 不要啦 也太可怕了吧 太玩笑了啦 我要問你 剛剛光芯跟歡樂說什麼 有沒有講 是在講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 就 就那樣啊 就 你們男生是不是有秘密 就 不能講啊 你就跟我說嘛 有什麼關係 好啦 我跟你說 你不要跟別人講 結果寬亮要跟曼莉求婚 所以我們在孟時期討論 寬亮要跟曼莉求婚 當然寬亮可能有所顧慮 所以到現在還沒開口 這有什麼好顧慮的 這是好事 應該要趕快求啊 我想可能是因為曼莉的病情吧 所以不急著說 我們剛才沒講是因為雅芝在 她要和她同房 到時候她說溜嘴就慘 這老師一定會講 嗯 那這樣子 沒關係 到時候有什麼需要幫忙的 你再跟我們說 我們女神都會幫忙 嗯 初見 那我們呢 什麼我們 結婚啊 快樂要跟曼莉求婚 你再跟我們說 我們女神都會幫忙 嗯 初見 那我們呢 什麼我們 結婚啊 快樂要跟曼莉求婚 他們都會找你先討論 然後精心策劃 嗯 那你呢 你怎麼可以在這裡就問我呢 欸欸欸欸 蘇靜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我想說如果你答應的話 我就可以計畫一個很浪漫的求婚 surprise 那如果你倒要拒絕我 到時候我在現場不就很尷尬嗎 所以說到底 就是你總裁愛面子 他被拒絕嗎 沒有啦 你聽我解釋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不是想的那樣 你還真的會 你真的是有不動 真的不是想的那樣嗎 欸回來了 馬大哥 還沒睡啊 欸還沒睡 你這麼晚回來你吃了沒 你要是沒吃的話 要不我煮個麵給你吃 唉唷 不用啦馬大哥 我已經吃過了 是啊 真的不用麻煩謝謝 好好好有吃過就好 嗯 馬大哥這些是 沒有這個是我在附近 收集的一些資料 我想幫你看看就是 附近目前的行情啊 是怎麼樣 賣跟租的行情 對 欸 我跟你講我今天有特別 上你那個中介網站啊 去看啊 你那個網站 你最近又多了一些物件嘛 好像又多了六七個嘛 對 可是有一個很有問題 有一個它的負評很多 我建議你把它剃除掉 不要經手這個物件 喔 對 馬大哥 你說的那一間我知道 對 它負評很多 對啊 但其實那些負評 都沒有事實證明 到底是真的 還是經過抹配 是嗎 可是問題是 它現在不是只有你在賣喔 它還找了很多中介公司 每個中介公司 就是網站都有它的資料 那就不對啦 馬大哥 其實現在很多的屋主啊 他都不願意給獨家代理 他都是簽那種一般委託 就是讓所有的房仲公司去做處理 那看哪一間房仲公司 就是租出去或賣出去 就算那一間了 是喔 嗯 好 我只是提醒你 我怕你到時候 上當對騙了還是怎麼樣 對 我都是擔心你 謝謝 不過我看你最近好像做得還不錯 業績真正日上 沒有啦 是馬大哥過獎 我看得出來你很用心 到時候我在後面再推你 把你很快的成功 對 這怎麼了嗎 嗯 馬大哥 真的很謝謝你的幫忙 沒有 嗯 可是 如果馬大哥 不是自己想要買房子 而是單純想要幫助我的話 這個忙太沉重 我承受不起 不會啦 什麼沉 什麼哪有什麼沉重 你怎麼會知道我買你的 班子啊 雅致啊 你怎麼還沒睡啊 沒有啊 我想說 我大杯牛奶比較好入睡 對 你今天試鏡得如何 我今天試鏡得還不錯啊 我今天無打動作打得很精準耶 但是 我打音不好啦 所以我就被刷掉了 不對啊 你怎麼沒有跟我講說你是要講台語啊 我以為我可以用動作感動他們啊 但是 不是這麼一回事 唉唷 反正沒關係嘛 下次還有機會啊 再接再厲啊 好 真的嗎班長 對啊 你還那麼年輕對不對 會不會有的是機會呢 對啊 大家都這麼說 對對對 你趕快喝一喝上去吧 你們好好聯合 好 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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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辣哥沒什麼事的話 也早點休息吧 好 那我先上去囉 晚安 好 可以可以 我先把晚安 晚安 躲拉剛剛跟我講的那些 應該沒有什麼別的暗示吧 晚安 晚安 你怎麼會那麼早來 我想說來拜拜順便看看你啊 哦 順便看看我 你嫂在那邊 對啊 我是要問你啊 你是不是有跟何寬亮講說結婚的事啊 蛤 那一天突然跟我說什麼要拍婚紗 嚇我一跳 啊 你們叫我那麼久 他想結婚也很正常啊 而且大家都很期待看你們趕快結婚啊 你該不會拒絕他了吧 我沒有拒絕啊 只是轉移話題 好啦那你來了 你跟紅牙拜拜一下啦 我去幫你點香 嗯 謝謝啊 爸 萬利來啊 哦 萬利啊 萬利很久沒有見到你咧 嘿 嘿 你最近氣色不錯哦 身體怎麼樣 身體最近好多啦 謝謝葉叔叔關心 哦 好來來 坐坐坐 來 阿叔啊 這頂頭喔 有個名字大 你把它炒炒起來 哦 對啊 阿爸 阿嬤你要結婚啊 你讓他看一個日子 這麼好的姐好嗎 哦 要結婚了嗎 我這世俗呢 哎 阿你要生成八字要給我 我把糖果給你結婚了 謝謝叔叔啦 謝謝叔叔啦 其實因為我身體的關係 我怕會拖累到款量 哈 人都敢帶你啊 所以啊 他所有都付出 心甘情願的啦 阿你不用煩惱那麼多啦 你不聽人家說 阿嬤是太欠桌 對 對嗎 阿嬤你如果怕說 去拖累人家 你把自己的身體照顧好就好嘛 你想太多啦 有啊 你別想要坐啦 嗯 好了 我知道啦 謝謝叔叔 對 我跟你講啊 我就給你一個權限 我給你一個扣打 我最高就是出到兩千三百五 OK 你的目的就是比他再多一點 你不要一下就跟到兩千三百五 你慢慢加碼 三萬五萬三萬五萬這樣慢慢加碼 那最多就是到兩千三百五 好 如果說 他還是超過了 那 那就算了 那我這次幫忙的費用 會會會 你不要一直強調紅包嘛 好不好 你先把事情做好再來講紅包嘛 紅包我一定會給嘛 兩千多萬房子我都在買了 還差你的紅包 腳上拔一根毛都淹死你 好不好 好 兩千三百五 好慢慢加就這樣 OK 好 那我現在就去找方家人 趕快去趕快去趕快去 好 沉著一點啊 好 好 一千三百五很多了 叫了咖啡又不喝 來再幫我加個水好不好 胡先生不好意思 那間房子已經賣出去了 啊 賣了啊 那怎麼這樣子啊 對方出多少 兩千三 我可以出兩千三百五 嗯 可是對方已經給我握玄金了 不好意思 還是胡先生 我手上還有其他的物件 看你有沒有喜歡的 可以參考看看 我就是喜歡那一間啊 不然這樣子 還有沒有機會談談看 嗯 不好意思喔 可能沒辦法 知道 不好意思喔 好嗎 怎麼樣 成功了嗎 啊 已經賣掉了 壓住 fox 嗯 我愛你 喂 怎麼樣 成功了嗎 蛤 已經賣掉了 怎麼問 不是 這麼快 不是 你現在怎麼還在跟我講紅包的事情 你能不能一直講紅包紅包的事情 你那麼喜歡紅包 你要不去路邊撿 會給你啦 好了好了 再說 怎麼會賣 怎麼會賣掉呢 哇 八哥哥 你剩這麼多藥是不是都沒有吃啊 你都沒有聽醫生的話按時吃藥喔 你這樣不行啦 萬一被那個十七年的小朋友知道 他們會很難過死囉 唉 Peter 你有在吃藥嗎 我那麼健康我幹嘛吃藥啦 是咯 沒吃藥的人啊不知道吃藥人的痛苦 八哥哥 身體有疾病就是要吃藥 吃了藥才不會痛苦不是嗎 我知道嘛 有的時候我一忙就忘了吃啊 就放在那邊 後來又忘了 就越放越多啊 八哥哥 你很調皮耶 一定要按時吃藥啦 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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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把之前欠的藥 全部一次吃光這樣可以吧 欸欸欸欸欸 這不行啊 欸欸 不要開玩笑 這樣會吃出人命的啦 我們還沒玩到掛 你就先吃掛了 這樣不行啦 我知道了 我嚇嚇你的 哈哈哈哈 來 你的手機給我 你要幹嘛 我幫你調啊 提醒你按時吃藥啊 哦 哎呦 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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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是 主任你好你好 齁 真的啊 你找到圖書團轉學之後 他們的畢業紀念冊啊 好的好的 有地址是不是 好好好 那麻煩你傳到我手機上好嗎 好的好的 謝謝謝謝 好 再见 太好了 八哥哥 你在找人啊 是啊 我还找了小学同学徒素兰 现在有消息了 八哥哥 徒素兰已经搬家了 他也不住在那个学校提供住职 可是那种候证事务所为了搁资的问题 你不会告诉我们 那现在怎么办啊 皮特不好意思 今天上午让你陪我白跑了好几趟 不要客气啦 我也是很乐意帮你找人啊 谢谢 况且啊 他是你愿望清单上要找的那个人 对你来说一定是很重要的 可是这个徒素兰啊 经常搬家经常转学 要找到这个人我看是蛮难的 不用担心啊 我会透过我的朋友帮忙找人 你有没有听过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凡住过必留下邻居的 这句话还蛮有意思的 不过 你怎么会想到来护资桌所找人啊 你别看这个地方啊 他跟我一辈子关系都很密切哦 你看我们小孩一出生就要来这儿登记 家里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也要到这里登记 好像对耶 你看我那么多年没有回国 这段回来要补办身份证 加入健保卡通常要在这里办 告诉你啊 这里是可以证明我们呢 到底是活着的呢还是死亡的 好像有道理呢 对啊 对啊 八哥哥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啊 活着的时候赶紧去听歌 好 两位的咖啡 今天咖啡厅生意还不错耶 对啊 对啊 欢迎光临 嗨 茉莉 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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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洗 好 哎呦 老位置了 没问题 老位置了 八哥哥 叔叔 你们今天想要喝什么 我们来两杯咖啡 再两个蛋糕好不好 好好好 好 没问题 八哥哥 那个演唱会快到了啊 你哥练好了没 哎呦 那遗憾的歌词好难背 我到现在背不下来 到时候 恐怕要出头了 哎呦 不要担心哪 我们老嗓子 有老嗓子的味道啊 我知道啊 叔叔 你要受的是 岁月的痕迹 谢谢 谢谢啊 茉莉 谢谢啊 茉莉 八哥哥 除了努力练唱之外 有没有按时吃药啊 嗯 没有 啥 会不会按时吃药耶 家里留一大堆的都还没有吃啊 你受罪干嘛 让曼妮担心啊 你本来就是的啊 八哥哥 你不是有担心过我吗 不知道 我这一次要吃五颗药 一直要吃四颗 但一个月 一个月要六百颗 对啊 一年要七千两百颗 嗯 但八哥哥 你不按时吃药 怎么控制病情 你话是不错 可是你 我天一把这么多药都吃到肚子里面 是不是这病真的可以好呢 我是不知道吃了会不会好啊 但不知一定不会好啊 哎 茉莉说得对啊 你这样子逃避吃药啊 是没办法解决你身体上的疾病 哎 我觉得人生啊 就跟搭公共汽车一样 这每一站都有人上 都有人下 每个人的终点不一样嘛 所以啊 看开了也没什么了不起 今天这个下回是我最变的第一次了 我现在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次了 谢谢你们 谢谢 两年多前不能一起陪你面对治疗 那现在不管说什么我都要留下来 让我陪你一起面对所有的事情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我已经有固定交往的固扇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交往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交往 那天他一直走不停留 沿路多少青春埋葬在里头 岁月刻画的伤在你眼眸 重复着期待又失落 我们都懂了 人生总是煎熬 悲欢与离合 任谁都逃不了 我们都懂了 爱总是心灵的解药 总会有个人 总会有个人 能永远都隐上 总会有个人 我们都懂了 我们都懂了 人生总是煎熬 人生总是煎熬 悲欢与离合 我们都懂了 任谁都逃不了 我们都懂了 我们都懂了 爱黯 Carla審